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透明窗圆桌摆设还附赠卡拉OK 台北市长克文哲是常客 近期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也曾带双城论坛彩线团到包厢用餐 林胜文学市长时期甚至在包厢举办民间餐会 他的前特助国民党市议员徐洪廷分析交通便利是关键 像它这么大然后交通地点这么方便 然后又在核心区块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餐厅其实在台北市其实也蛮少见的 番茄加蒜大火快炒特制酱汁淋上清蒸鲍鱼 经典的是烤鸭六里 中式餐厅大三圆也是政治人物预约排行榜餐厅之一 据说是立法院专属包括党主席时期的马英九 谈重大法案会开包厢会议 王金平担任立法院长时也是常客之一 开在复兴南路上这家海鲜专卖店 前副总统连站常常现身 这身边有个特别的地下室包厢 特定用餐包厢还有真的好海鲜餐厅 不只连站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常常光临 老字号永福楼即将歇业 镇上名流特爱隐藏包厢式餐厅跟着曝光 算是往常环境谈不倒